其實林鄭月娥當社會福利署署長的時候 正常說的事情都發生了 這個一不可副本就是跟羅茲江合作的 上教宗滿也是他做的 他是惡犯滿意 二千年開始當社會福利署署長 2004年就認過他兒子讀書 他做了壞事 我覺得這個人是非常邪惡 我不想在1號了 我覺得2.1號他說要做了 2.1號說剩下幾天 那建制派呢就說 林鄭聽到他講 改了 各位現在實行了 2.1號就實行了 2.1號就是事實來的 今天慷慨激昂沒用的 但是如果我們要繼續抗爭 一定要有方法 第一個 之後都是我會去做可能 因為我不知道可不可以 第二個 就是我看到今天很多年輕人來的 其實真的不是欺老太甚 是欺人太甚 因為他是欺負所有的香港 有良心的人 我這幾天去下街宣傳這個遊行 我到街坊的反應非常之慢 我夠大家這麼喜歡說話 我去區區那裡說 三張椅子 拿簽名 第三個戰場 最簡單 就是財政預算案 你叫他悔改 你通過了財政預算案 他就說你悔改 要他悔改很簡單 財政預算案 他一定要沒有運效 不只是議員在這裏拉布 這次很簡單 如果你硬來 就一定拉布 而且還要發動香港人 我又說 你扣多少老人家的錢 立稅人就扣少多少的稅 扣了錢 進去 這個問題是 必須要嚴肅對待 我不會贖短的 你不會在前面的人說話 是在後面的人不公平 我可以認真說的 我們今天做完這兩件事 議一號就實行了 林鄭覺得議一號之後 你吹著我 我告訴你 是不會散的 如果這次 這樣也過了 還要這個建制派 告訴香港人 我們幫香港人爭取到了 沒有這麼慘 都不可以發生的 我們是猛尊嚴 我覺得 一定要做這件事 一定要繼續做 一定是林鄭說了的 香港人覺得她不應該做特首 她不做特首 我們要搞一個龐大的簽名運動 不是說笑話 大家想跟我說話 不過散議會就不說了 落到一個很孤單的人 在地鐵那裡 不敢說 為什麼不下街說 所有 社福家的團體 所有民主派的團體 都要下街 都要拿簽名 3月 在這個 創政議會之前 我們要簽20萬個簽名 最少 創政議會啦 通過啦 這件事不會完 原有之後都不會完